香港恒生指数今天也是跟随外围市场低开772点 盘中最大跌幅超过了4% 其中红酬以及国企股表现最差 中国移动收盘时跌幅超过5% 相当于带动恒指下跌2% 中国反映香港跟中国的领动性是越来越强 香港沙特的原因很简单 都是跟外围股市 美股的三周市跌得很厉害 那A股也跌 分析认为红酬及国企股下跌 除了外围市场的影响之外 也和多只红酬准备回归A股市场有关 香港对国企股扮演的功能是吸收外汇 但是中国现在的发展其实都不需要 最终恒指在下挫1117点之后收盘 收报27665点 记者靳松 老友林 周新报道